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那個年代啊 都辛苦 所以人家現在說 哎呀主席好辛苦 我說你別講那個話 你想想看孫中山當年啊 不容易啊 開玩笑 孫中山到世界各國去 鼓吹啊 對不對 鼓吹 那個時候 他到大陸來 要坐船可能幾個月到了 我們現在幾個小時就到了 但是那個時候有很處 知道嗎 那個就是因為在船上時間長啊 所以他可以寫 建國方略建國大陸這些 逼著他飛看書不行 然後飛在那裡寫文章啊 現在叫我們怎麼寫啊 這三個小時就到了 你要來時間寫啊 然後晚上晚上用活動 打開手機就看了那個 所以現在的那個 踏實程度 那比孫中山的時候差太遠了 那個年那個年代的人呢 多了不起啊 什麼鄭河下西洋 哎 帶多少人你們知道嗎 好幾萬 兩萬五千人 哇 了不起啊 那個船隊 船隊帶兩萬五千人 那是多大的船隊啊 老美航空母艦都沒有這樣子啊 他他三個航空母艦群啊 通通到韓國那個時候 也沒兩萬五千人啊 現在的科技都沒有兩萬五千 那個是那個木船 木船正合能夠帶兩萬五千人呢 吃喝拉撒都要哎 那在船上那簡直是 我現在都不能想像 現在我們找 我們公開真 真材 真材呢 全推人出來 帶兩萬五千人 開木船 到非洲去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你想像 現在人多 哈哈哈 那有點難 今天你不是 要有用 你要打仗啊 要有人打 有人肯打 現在 現在你看 軍隊像 軍隊啊 打仗 除了他的這些 那個 信義信仰啊 這些 軍隊打仗 還要有一個 要講究紀律 紀律要靠什麼 軍法 軍法 不單單是自己的信仰 你還是要有軍 你軍法 現在沒有啊 現在你看說軍人違規 你也不能判他怎樣啊 過去不是啊 過去那個時候衝 不衝 不衝 叫當場避掉 當場避掉 那大家都是心裡想 那只有衝啊 現在你講軍中 講民主 民主的好 我們這三個連 然後你是營長 叫我衝 民主啊 我為什麼衝啊 為什麼不他們衝啊 抽籤 那還能打仗啊 但是你不能認為他不打你 所以你就可以去 為首欲為 這也不對啊 他不打你是因為大家一家 請我們好好的大家合作 互相來往 沒什麼換術 我們可以跟美國人做朋友 跟日本人做朋友 為什麼不能跟大陸中國人做朋友呢 我說因為我們不是中國人 那你也不是日本人 你為什麼跟日本人好 所以他最後結論說 我是日本人 所以我跟他好 那你就是 那你是日本人 你幹嘛在台灣呢 這個邏輯一推理一下 就出來 我們不是一定要去 像我這把年紀 哇幹嘛的神經病啊 還那麼努力的去 一天奔波 不是啊 我們總是也是有生之年 能做一點做一點 我剛才 是 有時候 有時候 是 會 是 有時候 都會 做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